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这个号称是台大的第一个 在我前一班有过一个女生 读了大一就转系了 所以不是第一个女学生 但是第一个毕业生 那当然我一路都第一 第一个女助教 第一个女教授 第一个女什么 全部都是这样子 台大念完了以后 我在美国拿到地质学的硕士学位 那后来我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 然后回到台湾来 回到台湾来以后的 我觉得这个 我原来做的一些矿物学方面的 不管在仪器设备上 我努力了一年 我还没有追上我原来在德国的实验室 后来我发觉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 这些仪器设备一定追不上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做 当地的地质的问题 这个是别人别的国家没办法做的 所以我就改投入到这些野外工作 所以我实际上像花莲这一带的最高山 三角锥山 青水山 最近又有人常常讲的什么神秘谷啊 这些个地方都是我的调查范围 是相当的辛苦 但是还没有一次要从蛇上面一步一步的跳回家的 当然有 比如说我就迈过去一步 竟然是一条七步红死掉的蛇 它要是活着我也迈过去 说不定就被它咬一口 所以当然蛇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回国以后 就是有很多妇女团体 女权运动的都拉到我 然后常常去跟他们参加一些会议 我就没有什么感触 我可以说我从小没有遭受到任何男女不平等的待遇 当时来访问我的人呢 就好像说你这个女生怎么又读了科学 又拿到博士学位 一定有轰轰烈烈奋斗的历史 他们就老在访问我 我就不懂为什么 后来我才想到 在我的这个年纪的人 因为我到台湾来读高二 我嫂嫂是北大毕业 就在台湾教书 那后来就在宜兰教书 他那个时候跟我讲 他说很多女孩子的家长都不准他们女孩子念书 念那么多书干什么 所以当人家在粉红 我就想到了这些事情 那我也再想一下 我刚才说过我这个人 从七七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 从逃难 我没有看到一个战争场面 我没有听到一枪一炮 因为日本人打进北京 没有打 他也珍惜那个古老的都市 没有打 因为我母亲要生我弟弟 所以我们留下来 我父亲他们去逃难 我们没有见到战争 等我们到后方去的时候 共产党不是共产党 这个日本人已经没有力气轰炸了 重庆也不再轰炸了 我讨过警报 没有看到过轰炸的场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 为什么好像人家都在期待 我有轰轰烈烈的 为了争取读书的 这种奋斗史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 我很自然的 我觉得我爸爸 一直期待我要去念大学 我还记得我跟他讲过 我父亲说 想当年我们要读大学 要跟我祖父多么的情商 因为东北黑龙江没有 要到北京去念大学 所以那是一件大事 所以去念大学 你们好像都不用问 就要考大学 那我就逗我爸爸 我说我以为你要我考大学 我说原来你不要 我不考了 他又急了 你知道的吧 所以呢 这些人在访问我之后 我就想我没有经历过 我母亲 就是念了大学的 你想我母亲 到我那么多岁 在她那个时代 她大概奋斗过 我就没有奋斗 所以我们家庭男女平等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当这些人 访问我的时候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就去问我 我父亲 我说我妈妈 是不是第一个女老师 这个 我知道在我们老家 黑龙江 我母亲就教书了 我父亲回答我说 不是第一个女老师 是第一个女校长 所以你想在这种情形下 我母亲她有没有奋斗 好像也没有 听说我的舅舅是非常新式的 五四时代的人物 我的舅舅就是北京念书的 然后她就把我的最小的妹妹 就从小就正式的就上学的 所以你看我母亲都没有遭受到这个男女不平等 何况我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真的男女蛮平等的 对我本身影响最大的 我必须承认是阮维周先生 那阮维周先生的教学很认真之外 他对我们的督促也是很严格的 那么你比如说我讲过 我第一年是读了师大地理系 我不满意 我才改在第二年再来考台大地质系 那我就等于有了学习再报考台大 假设师大不准我退学 我就不能够到台大注册 就变成双重索机 那个在法律上不允许的 但是当时的刘真校长就是不准我退学 所以开学很久了 他也不准我退学 那这个时候呢 注册的时间看到就过急了嘛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报告 当时师大考取台大的可能最少有十个人五六个同学 那他们留证不准退学嘛 大家就放弃了就继续读 但是我觉得我要读地质系 我有很强的意愿 我从考的 我了解了什么是地质我来考的 我当然要念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写了一个报告 那希望地质系主任能够给我保留学籍 我考之前来访问台大地质系是马亭英教授做系主任 等我考取之后 那个学期呢就换了阮维州先生做系主任 所以我这个报告就给到系主任 当时我也见了阮维州先生 他了解这个情形以后就在我的报告上面批了 依该生秩序应该准许保留这个入学资格 所以我的入学资格就被保留了 当时数学系有一个同学也考取了 跟到我在后面签了名 别的人我当然也没有联络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 最后刘真同意了 让我们退学了 这个中间也有一个故事 当时在教英文的课程的 有位叫赵立莲教授 他是在收音机里也教学 那赵立莲住的呢就在地质系附近 那么我去地质系去交涉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在路上碰到赵立莲先生 那我们很自动的觉得 那个是我们崇拜的老师就跟他打招呼 那当然他就闲聊 就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我就把我这个入学的情形讲给他听 结果我能够入台大也要感谢赵立莲老师 他怎么样呢 他说师大不准你们退学没有道理 他说我替你写一个读者投书 投给当时的自由中国 当时自由中国大家都知道 他说这个读者投书绝不会登出来 一定有人看到读者投书就会给这个刘真传达消息 你大概就没问题了 果然 这个读者投书就是在他的编辑部就有人转告给刘真了 刘真就把我找去了 然后他跟我拍桌子说你竟然会告我 那我当然心里明白什么事嘛 不过我知道最后刘真前置了 准我们退学了 我就这样入了地质系了 那那个时候已经是十月了 那当然在课程方面 除了除了地质系本身的一门课 那当然国文英文 这个物理化学说老实话 也还可以了 所以我这就是这样入了地质系 所以我能够入地质系 也要感谢阮为周先生 同意了我的报告 准许了延长时间 我这样才入了地质系 那另外一点呢 阮为周先生是 就是在我们地质来讲 我们有地层古生物 有岩石矿物 所以阮先生是教我们岩石学 所以我以后走的也是陈基岩